咦嘴囊下去吗 可以 这有时候不行 我今天好困呐 感觉我的脑子天不丢 我从某点评上看到说有家店 就在这个自助的烤肉店 可以实现和牛自由 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就有一点两题三话 所以好事的我 就今天又去试一试 这个自助是138元一位 团购128 可以扫码点餐 自助里有各种烤肉 主食 还有小菜 海鲜的话只有鱿鱼 订单上全是零 看着挺爽的 不知道分量有多大 我就随便先点了点 除了自助 还有一些可以单点的和牛 饮料这边有一些会员果汁 还有汽水 大白梨啥的 颜色会员 都是一个味 这个人世间只有一些相同的口碑 不同的包装 每份肉不是特别多 没事我们尝尝哪个好吃 然后再要 这个是胸口 牛舌 隔膜 嫩牛肉 酱牛肉 这啥我忘了 那现在就开烤了 这位先生您的肉好了 哇 这服务台都太好了 店里边有一个大哥 不知道看啥呢 乐乐贼开心 笑声特别魔性 这太喜欢了 好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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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是会传染的 他传染回去看看他 看啥 这个牛舌 看起来好像冻了很久 但是这个胸口就很新鲜 嗯 还挺香的 就是没有什么调味 然后它的酱汁调的就是还好 要离一份章鱼小丸子 味还挺 所以里边有没有菜的 我尝尝牛舌哈 是嫩嫩肯住了 它家辣白菜的味挺蒸 特别解腻 但是好像有点在日式和韩式中间横跳了 又流着姜了 又流着姜了 鱿鱼挺好吃的 很嫩很新鲜 主要是我烤的好 我们再来加一点菜 我们第二批上来了 烤地瓜片蘸白糖 永远的神 这是什么 这是枕头肉 冻的挺硬 这个半肚子真的不行 真的不好吃 我第一次见人吃了 我放肠了 其实这些肉肉就是口感稍微不太一样 味道吃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至少都是肉肉嘛 吃了一会有点腻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卷菜了 这么吃贼香 沾一点汤 上来 再来一点辣白菜 再来点 要了一盘蒜 咦嘴囊虾去吗 这有什么不行 我吃的这一堆肉里面 还是觉得薄一点的肉 会比厚的也好吃 最后要了一篮 乌冬面 热热的 味道还不错 倒是吃的挺饱的 支柱再吃不饱 那得吃 也是哦 怎么说呢 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经验的种子 它跟我们平时吃的同等价位的自助比呢 它虽然品种没有那么多 但这个肉的质量好一点 但肯定没法跟那个更贵的那个河牛来相比 感觉可能稍微适合 扣染特别想吃肉的学生党来造一顿肉 如果你对这个河牛 它的要求特别高的话 这个套餐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但是这个价位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还透过了 那屏幕前的小伙伴 你们觉得这个自助怎么样 值不值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跑不动了 我们下期再见